傻瓜版撈枝海鲜 三母美食分享第91期 它现在里面摸起来是两小袋 然后是118 看看它里面还有这么多 买一个这个做撈枝海鲜 这个大虾每次也都是要买的 你看它是泰国产的 然后这一盒是两公斤 然后里面有30到40头 这个也是Members Mark 可就是三母它自己产的 这个也要买一盒 每次做捞枝的时候 大虾都最不好吃 首先我先做一大锅水 水烧开之后 把这个买的海鲜的这个组合 泡进去 今天我们是七八个人吃 所以这一整份 这两小包我都泡了 然后还准备了这个大虾 这个也是三母无限回购的一个好物 就是酸辣冷泡汁 它这里边是三小包 我已经用了一包了 现在还有两小包 正合适 我用一包呢 配这个大虾 再用一包呢 配这个海鲜组合 再把它搅开 把它下到锅里面 这个海鲜很快就会熟 所以我们不用焯太长时间 我们就让它开锅一会儿就可以 开锅之后就可以捞出来了 哇好香啊 各种各样的很丰盛 刚一下去没一会儿就全红了 但是一定要让它开锅啊 接下来就是傻瓜操作 把这个冷泡汁直接倒到这里面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拌匀就行了 尾斑拌匀之后 都会给它罩一个保鲜膜 把它多浸泡一会儿 但你这样敞开了呢 它又会流失水分 所以咱们就拿保鲜膜把它罩起来 如果天热呢就放冰箱里 好了 现在大虾也熟了 我们把它捞出来 最后把酱汁也刮一刮 这样节约不浪费 小玉帽套起来 OK